各位朋友 你好 今天我們都在新疆禍開始 開始之前都買了一個高版 明天會在伊斯蘭鐵維尼時期中學 會有一個親子同樂日 上個禮拜講的時候 我都提過上個禮拜日 人就是一個節日 記得嗎 就是我們的載生節 載生節又叫做 又叫做 中校節 中就是紀念伊斯蘭聖人 對上駐中心 校就是他的兒子 對他爸爸的孝順 我們在節日之後 我們有一個結婚啡同樂日 大家一日也有時間 可以來我們的學校參觀一下 到時也會有一些同國家的美食 大家也可以試一下 我們走回來今天我們要講的題目 今天我們要講的題目 就是伊斯蘭的家庭觀 開始的時候都要問人為何需要家庭呢 因為覺得這裡不需要家庭呢 其實不需要家庭呢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都說動物要有餘 穿著兒子也有個家庭呢 人呢 怎麽可以沒有家庭呢 每個人的出生其實都有父母帶我們來的 OK 所以我們說家庭是每個人出生之後的遙難 古蘭經理也提到真主以你們的家為你們安居之所 什麽叫安居之所 回到家後其實我們現在有個什麽感覺呢 安全 安全 還有呢 還有呢 溫暖 溫暖 很溫暖 要溫暖的 還有呢 有支持的 對了 還有呢 在外面的社會是怎樣的 哈哈哈哈 笑啊 那些人是怎樣的 很殘酷 很殘酷 是很殘酷的 是吧 家庭是最後的避難所 在外面其實很淒涼的 是吧 想真心對人呢 又不知人家是否真心對你 是吧 那句真心話呢 人家又不知你為什麽 很多時候都要戒著假的面具 在你的職場上 是吧 都不知哪個才對你好 哪個對你不好 回到家 如果你都還要把面具帶在這裏 會怎麽呢 很辛苦 是吧 你會覺得很辛苦 為什麽呢 對著家人 我都要講假話 對著家人 我都要戒著面具 是吧 所以我們經常都說 其實回到家 其實應該是給我們 是可以放下我們的面具 給我們覺得是舒服的 溫暖的 那很多時候 有些人都會說 如果回到家有盆湯 真是 哇 什麽辛苦都 忘記了 是吧 在家裡 其實是令我們覺得 很舒服的一個地方 應該是 另外 應該是 給我感覺有關懷的 是吧 回到家 無論對著父母 或者小朋友 回到家 回到家 很開心 對著父母 可能是炸一下嬌 是吧 甚至可能我們長大了 可能有太太的丈夫 回去一個地方給你睡 是吧 或者有人叫你 那人其實有這些需要 那正正家庭 就是給我們這個 可以滿足我們這個需要 很重要 我們經常說 家庭 知道是什麽意思 有些人可以做 為什麽是F-A-M-I-L-Y 知道為什麽嗎 猜一下 這個家庭 是什麽意思 《古蘭經》第四章第一節裏 那麽說 他是西人 你們要敬畏你們的主 他由一個人造化了你們 並由他造化了他的配偶 再由他們兩個 發現了很多無數的男女 你們要敬畏真主 你們憑他 取得你們相互之間的權定 和親屬的關係 Online是監視我們的 那麽其實在這章節裏 我們可以知道什麽 這個家庭是什麽的 由男女組成 接下來我們又講了 阿當的故事 我們其實在E3都相信 阿媽是創造了阿當 然後再創造了夏娃 接著他們兩個就成為夫婦 接著一直一直生活下去 於是夫婦就有子孫 有我們的存在 在E3我們相信 阿媽做人 不是只做男 或者只是做女 他這麽特別要做男、做女 其實有他的目的在這裏 所以在裏面我們提到 一個家庭的結構 是要由一男一女去組成的 所以在E3 不鼓勵我們禁慾 有些人說可能 我們單身 於是乎就好好的事共主 忘記一切 不是我們生活的其他事情 但是上主做人 的而且確 他知道我們每一個人的需要 無論我們心理的需要 心理的需要 各方面的需要 其實都很清楚 所以 Islam不主張那麽容 即使可能做到教長 我們知道有些宗教 做到很高的宗教的人士的時候 他們可能就是要單身去侍共主 但在E3來說 不是的 他鼓勵我們要結婚 當我們有能力 許可的時候 我們就應該要結婚 但另一方面又不可以中辱 不可以亂來 OK 另外同性亦都夠不止的 剛才說得很清楚 家庭的組織的建構 是由一男一女 而去組成的 最基本上不是 另外呢 從社會學去說 我們都說 一個家庭呢 其實是一個社會的單元 如果我們能夠可以令到家 是和乎的 是健康的 整體的社會呢 其實都會變得健康 現在今時今日 因為我們社會上 有這麼多的問題出現呢 其實正正就是 家庭有很多的問題出現了 於是乎 很多的東西處理不了 是吧 我們的社會呢 都變得越來越差了 所以我們說呢 其實很重要的 如果你想社會好 第一 先搞定家 所以中國人有句話是什麼 收生齊家 非常好 先搞定自身 是吧 收生 接著就是齊家 搞定家 家庭好 接著就是 治國 國家好 國家好 世界好 是不是 搞不定自己 搞不定家庭 其實整體的社會 世界都會變得不好 OK 所以我們如果看回歷代的使者裏面 基本上他們都是鼓勵要有份恩 要有家庭的 所以在《古蘭經》裏面這樣說 她說 我靠在你以前派遣了許多使者 並賜與他們妻生與子女 妻生與子女 就是告訴我們 我們是要結婚的 這樣才能夠令到我們那個生命 變得更加燦爛的 美滿的 這個聖份下 就是無可不得聖人說的 她說 指主去發誓 她說 我是你們當中 最敬畏真主的人 我也是最虔誠的 這個無可知的 大家都知道 無可不得聖人 去奉獻她的一生給主 但是她也說 我公債 我也是在夜晚裏面 你睡覺的時候 都會換東西起身 做下禮拜 我會扣拜真主 在夜間 但是她也要怎樣 要睡覺 她要睡覺 她也要娶妻 她說 誰離開我生活方式 其實就是非我的信眾 這裡說到 人不如聖火 在宗教的層面 我們要去敬拜仇主 我們要禮拜下 每天我們要禮拜 是吧 我們一定要守一個月的齋戒 一生人許可的情況下 我們要去一次途間 這些是我們在工修上 需要做的 但是我們是人 我們是有權有勇的 我們需要吃飯 我們需要睡覺 我們需要有人的關懷 所以我們都需要去到適當的時候 要成家立室 所以她說 如果誰離開我這個生活方式 你就等於是我們的一份子 所以你看到其實都很嚴重 是吧 另外她也提到 為什麼媽媽要做配偶給我們呢 她這樣說 她的一種跡象是 她從你們的同類之中 為你們創造配偶 以便你們去醫戀他們 並且使你們能夠互相愛怨 互相憐恤 對於能思維的民眾 始終確有許多的跡象 這就是告訴我們 我們需要有人去關心我們 去關懷他們 去疼我們 去疼我們 那E3到底是怎樣去看家庭之中的關係呢 首先呢 E3很強調家庭成員的關係 和要有一個認罪力 另外呢 亦都說到 有很多法則 就是在建立 保障 加強 以至就是嚴重生命的需要 其中一個學者就這樣說 她是根據E3的法律 生命是有幾個必要的元素 第一 宗教在我們來說很重要 我們呢 經常都說 我們要 要怎樣 敬拜 親主 跟著就是我們的父母 是不是 我們宗教層面是很重要的 另外當然生命 最重要的 當然要有生命 是不是 如果沒有生命的 其實我們一切都說不下去 另外呢 就是我們需要有家庭 要有親戚 如果看回現時 今日的社會 有很多時候親戚已經怎樣了 那些關係 很疏離 是不是 都不知道幾時見一次 有時候見到 阿婆已經叫做很close 是不是 如果再遠一點 很多時候都已經 沒什麼時間 大家可以再聚在一起 那所以呢 很多時候有時候會怎樣 那些小朋友 以前小朋友很簡單的 除了阿嬤阿爺阿婆阿公 會照顧 跟著還有什麼 阿姨阿姑姐阿 舅父阿 是不是 每個人都會有時候一起幫忙 但是今時今日的社會 就是國家自訴 無自絕 就算是親戚都是這樣說的 是不是 好人都不會在一起 關係很疏離 所以對於教育小朋友 或者大家有困難的時候 有時候似乎想找人去談 想說 似乎都很困難 所以你見到今時今日 也是有很多自殺 是不是 不知道怎麼處理問題 很多不好的事情 正在發生著 另外生命也是 心智的能量 財庫與資產 但是這些財庫與資產 什麼意思都這麼講求財庫嗎 這個意思是什麼呢 生命都需要工作的 你見到第一點 我講的是什麼 宗教 是不是 我第五點講的是財庫 其實生命講求的 不僅是宗教層面上的需要 我畢竟是說 人是需要吃 需要佛的 是不是 我們不僅是靠禮拜 靠風生 我們就可以上天堂 上天堂 這些是我們後世的福運 但是今世 我們有我們今世的需要 所以生命不斷都會說 我們做完禮拜 我們就要起床 做什麼 去尋求我們的給養 就是說我們要找工作 OK 所以不講求那份工作的負如貴 或者貧與節 但是講求的合法與非法 就是說就算